小朋友跟2014年有少少不同 2014年他比较多肯跟学校交流这件事 但今次的特征就是很多学生 他们会透过自己的网络 透过社会媒体自己讨论 我昨天就常常在元朗 但也有一些比较多的口号 以前几次是比较少的 就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 即是说有部分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觉得他们正在做正义的事 而是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 因为这件事是影响我们香港 以及是影响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即是如果你不解决 不尽快有行动 可以有方法解决 我们可能是两代三代的年轻人 都是不会信任制度 还有最大一个问题 开始出现了 就是以前我们在学校做 我们有些核心价值 大家都一度会坚守 是不争议的 和平理性 不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但现在你会看到 社会就开始质疑到和平理性 有没有效用 以及是将暴力去解决一些问题 是摆了出来 是一个可争议的那个位置 其实呢 如果我们九月开学的时候 学校所教的核心价值 和社会那个大环境的核心价值 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们怎样去理顺 这些社会的核心价值 开始转变 而我学校又在说另一套核心价值 学生他会怎样想呢 他会觉得我们是维稳 还是我们是不与时定进 不和他同行 这个是九月来说 对学界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了解 我们是什么都打开 的 我感觉到你